鲁鱼 大家好我是老闆我又来了 前两天做的菜都比较臭的哈 今天买来的鲁鱼做个精汤鲁鱼哈 边吃肉边喝汤啊开干 今天这个酸菜鱼用选用鲁鱼哈 没得吃的老肉小孩都会吃 先把鲁鱼改刀 切到鱼骨头片 再取头 再片下鱼排 再片成鱼片 稍微剥一点 紧紧提头 再用清水浸泡一下 这样鱼片更紧紧提头 再把鲁鱼腌制一下 放点盐巴 胡椒粉 料酒 搅拌均匀 鱼皮拿出玄瑄的 加个红薯淀粉 让它上浆 腌制十分钟 准备把酸菜拿一块就够了 我们这个酸菜是老常泡出来的 要多清洗一次 不然就会有点寒 泡起两次以后的酸菜开始给它倒 给它搞成球去 所以汤烙出来比较炫 再切点姜蒜末泡椒两个 再切点姜蒜末泡椒两个 再切点青红香米点准备用 阿公点火后 要得开干 锅烧猪油 油热放姜蒜末泡椒 再放黄豆浓酱 炒出鲸汤 炒香药下酸菜 来 一起煸炒 这个酸菜一定要多炒 炒到这个翻白了就可以了 炒到水粉 再下入鲁鱼头 鲁骨 翻过来煸炒 再加入清水 再放点胡椒粉 烧开大火煮半到十分钟 金汤就出来了 先盛水 垫底 转小火下入鱼片 火炸到土姜 水煮四十秒就可以了 不要煮酒了 不要老 来点花椒 海椒 青红椒 九层油温椒油 点这把葱花 这边又会吃肉 又会喝汤的金汤 酸菜鱼 送给大家 就这个酸菜鲁鱼 我后几点评论 我先忘记你们会给吗 Thank you 来王翁去 掉腿盖 今天这个鱼 不得了王翁 没脂子 那你忙着脚 你脚实 忙着脚 哎 哎 你啥子鱼呢 那么脂子 哈哈 鲁鱼了吧 比其他有贵十分斤的是不一样 那还等着 你懂吗 事得不得 你看看酸菜哦 下边 酸菜好吃 你看这个鱼鱼好吃 你看这个酸菜嘛 看这个鱼鱼 我看这个酸菜 我看这个酸菜 我吃些都人都糊 我看这个鱼鱼 我看这个鱼鱼 你怎么看这个鱼鱼 我看这个鱼鱼鱼 这鱼鱼鱼没有脂 你吃两个鱼排 鱼排有脂 哦 哦 整齐鱼稍微清淡点 不怕这个 不上火 是吧 吃一碗花儿汤 我烫的 在这儿汤来吃 烫了不 要 这碗烫 香腸汤 哎呀 哈喽朋友们 今天视频带着如果喜欢 我也先服了 同学观众们 我同学们 我同学们 拜个拜